好,下一套,下一套是沒那麼暴走的,因為我戴著的 但套東西裏面都很暴走 然後我會盡力壓制著你們三個人 但套東西裏面的劇情都好像說過 你不能罵我死婆娘的,不用怕 嘩,又來很久 不是,你們三個臭皮獎打諸葛梁 諸葛梁不如學習看 接著講西瓜 心口掛著西瓜的東西 心口掛著西瓜的女人 憑佛神 這套東西,如果你作為一個有看的銀魂 不論是漫畫版或是動畫版的人 都會很有記事感 但個人認為只限頭兩集 那會最簡單 你不明白 怎樣啊,你聽我講話 不如先講講故事 現在就講故事 那是什麼呢 心口掛著西瓜的尺寸 發生香菜,叫英士子 F級的 好,這個人是極度幸運的 為什麼呢 就是他會不斷吸一些東西叫做幸福Energy 幸福Energy 就是簡單說你買六合彩會中 抽卡又抽到怪獸 總之全部都有好運 於是這個強運的情況下 就是扭曲了世界的平衡 簡單來說,贏得十份幸福 大概吸了你的幸運 給了百分 但是你零分 都可以的 然後有些人會管理這些幸福Energy 那些叫做貧乏神 於是就要找個人來處理這個不平的問題 就是另外一個女主角 你可當是這個熊葉 他想著下來用針筒 吸了幸福Energy 炆走了它 一杯水滿一點,一杯水少一點 倒滿一點的水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 第一 他有一個很歡喜冤家的格局 第二 就是 花札香菜貝的這位西瓜 就是 史子 就非常之 有抵抗能力 亦都穩用不低 不是,他是長級的吸數 所以 或者反過來 窮神 不夠厲害去打倒他 沒有運氣 因為他中間 其實第一集都有講過 他的幸福Energy的能量 是強過他的不幸Energy 所以純鬥這個能力 他有機會是打不贏的 紅葉有寶具 Dollarable的道具 是的 還會變成牛奶妹的講話方法 還會 還要扮什麼 是不是扮 有麻尾頭嗎 有麻尾頭 好像有 很多東西玩 是的 是的 大朗大概是這樣 其實作為一套笑話來講 剛才提過 他會有很有記事感 關於銀魂方面 因為大家 無論是OPED 其實ED都很明顯 你會看到他有那些銀魂 那些什麼 即是拉眼皮 新條來出來 嘔 那些 甚至 不如說 Ichiko 還是 憑法神 不記得 就有一個 在車上 撩鼻鼻鼻 這些 也是銀氏 經常做的 只是欠在看 什麼時候有一個 類似神樂的 嘔吐 你會看到 當中找了很多 類型 銀魂會見到的 一些這樣的 肢體語言 你可以說 不禮貌 或者是這些奇怪 其他同學不會做的事 當然 隨此以外 他都玩了不同類型的 有個 無需有資 他出來 譬如說 他有一套很舊的80年代 車田正美的片 即是 第二集 這個中段 轉場 跑步的漫畫畫面 不過這些情況 其實 在頭兩集 就不算明顯 他主要都是玩一些 銀魂的肢體語言 那類型的 但到第三集 就不知是否銀魂的 已經玩不到了 或者是不夠玩了 就開閃 其他 多 好 那我看不明白了 那你講 第三集 其實最主要是 男主要出場 英士就說 人有男朋友 拍了男朋友出來 就找了一個男朋友 這個叫什麼 石露 是不是韋泰 不要忘記了 耐山學輝 其實 如果有一定的 看漫畫 身份設定 家庭背景色 跟著 彭桐貴公子 瑩英雄 只是學生 但是 家庭 紅到洞 每天在家放學 做補貼 工作 賺錢 完全是一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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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 對 對 其實很老近的 少女文化劇情 但是 他搬出來 男女看起來都覺得舒服的劇情 雖然 幾辛苦 我自己沒有看銀魂 但是 我覺得這套 一套 回來看 其實是新鮮的 如果我以一個沒有看銀魂的人來說 算是有趣 金貴公子 還有你們兩個相對 石路家是窮得窮的 但是 阿智姐有錢 你不如有些對比 好看點 還有他的 contrast 做得很夠 我們看下去 很容易看 不同 很大 因為他的角色不太多 你容易看得到 追到那幾個 就算那個淫珍也好 其實你追上去都覺得好笑 真的搞笑 真的不用理他 那個都好笑 那個說 突然叫他出來 假裝見到很多 那些運氣 那個都好笑 還有他也提早介紹了 我忍者 他在片尾那裡 說忍者 其實我出場了 第一集出場一次 第二集 第三集 四集 好像他找到不同 搞得變 其實他都部署得不錯 整體上 你不要說什麼 如果你說 當然同銀行人比 我想你們就會有距離 你們跑主線 這套東西 真的有主線 嗯 還有他 說真的 我覺得他做的 叫做什麼 小道具 都算有心思 特別 好像丁多 當然 他做又玩又玩 玩起來他算有心思 見到他 不會說 太過華 不會的 還有很強的一件事 要錢賣的 當衛門這裏也要用錢賣的 這裏也要用錢賣的 有啊 當衛門有個無錄 當衛門 要扣回未來那裏寄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我個人來說 這是一個老瓷 剛才你們說的那套妹妹 難道你說他整套一個梗 那我不會認同 那些到處都會有 我始終覺得這套東西 有些東西就是 他 就算 做 你沒有 不明白那個梗 你也是笑得出 劇場主線 他就算做那些事 你知道他的劇場 但是 你就算不知道那個梗 是哪裏 你都覺得是笑得出的 這樣才有成功 對 街外人看的 未必說 那麼多人看得到那麼多套 那我就笑得到 好像剛剛他打過仁爭的時候 拿一個CDHUNTER的拳 不斷撞下去 你也是笑得出的 你那邊是 CDHUNTER 但我沒有看CDHUNTER 很好笑 簡簡單笑得出就行了 好過華會那套 那套 那些梗都不知道是甚麼 好 我們回來 對 我們回來 其實講講 你說聲優方面又怎樣 我覺得花澤很威 花澤完全是 形象拔壞了 但是很瘋了 很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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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講 你說他近期一點 如果大家玩PSO2裡面 他是一個NPC角色 他配一個壞壞的 壞掉花澤 那個感覺都已經幾不錯 誰知道這個是近勝一籌 但奈山好像真的不太有印象 我怕奈山直實 配阿窮的那個 因為出在業 那奈山 我抱歉 憑佛神那個 真的不是太大印象 因為既然是新的 不是太新 也不是擔得太多 太正的角色 但他做對手是沒問題的 對 完全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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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好厲害 起初還以為是否很久 突然沒有印象 他窮神有幾種聲調撤會 正常聲 發脾聲 所以說整套戲來講 他前幾集算是引到一些新舊觀眾 我不說銀魂新舊觀眾 可能有機會看這個之後 他覺得沒有看過銀魂 可能反過來看銀魂 可能更加覺得銀魂很棒 如果你說對比銀魂 銀魂就會有一個套租役的 即是至村新白 如果就算這個問題 在漫畫上比較嚴重 就是說 他寫了一大堆字出來 如果在動畫上 一大堆字 說出來 但在漫畫上一堆字 寫出來 有些人就頂不順 當然 港版用了一個港式的翻譯 有些人就很快 反過來 如果這套東西 他用回這個表現 就 沒有了一個套租役 就純粹是兩個人的鬥氣 例如你比較像銀魂的比例 可能說銀事立土坊 那類的東西 純粹是這樣的東西 可以繼續搞下去 你可以說 他沒有民魂太多的 絕對不合理的東西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靠他們兩個做 沒有了一個套租位 純粹是靠那種 肢體語言 或者其他東西 因為他不是一些很重的 他不會用那些什麼 變了那個人的樣子 或者說一些經典對白 那些 沒有那麼誇張 或者那些是很大眾化 就是 你門頭打開間房間 見到 左燕 好彈 不夠彈 那樣 你會笑到布拉道 他有很多玩龍珠 他介紹一下 為什麼有什麼幸福的人 和不幸的人 然後結束了 很棒 美達 他說 他是王子 他是王子華 他算是捉回舊的和新的 那不是 人運都在玩蓮房 那是嗎 你沒有玩到那麼新 有時候 比如舊一些 他說蓮房是外星人 很威風的 不是溝光才是外星人 現在 不過過去認識 這樣說真的 OPED 我想挺賺ED 那個ED 那個節奏感 我想說ED的節奏感 其實算是 怎麼說 其實也有些銀魂風格 很跳脫 我感覺很輕 OP都可以 其實也不錯 ED 兩個人的對比畫面 是很好 所以我都覺得 你剛才說過 什麼拉眼皮 新條理 那些 兩樣的 歌又是 所以我為什麼說 這套 其實已經叫做 今季提德 黑馬 黑馬 不過有個問題 究竟他的梗 會不會做到下去 這個一直都是小花的挑戰 不過說說香港那裏 因為小弟曾經想去找這本的漫畫書 去買回 好像出了十三期 我去到信和 我找到很多間 基本上說 你訂吧 不知道有沒有再版 買完了 最新的期間還有 我是這樣 現在已經是 又是有 台版 不是日版 台版也是 我是整身找 我順了一些圖片 看了漫畫版 其實後面劇情都可以 如果是動畫組 照做的話 應該是問題 所以 你見到動畫組 已經在鋪上了 女主角小時候的東西 已經在鋪上了 如果是第一季 就這樣做 最後可以補錯一件事 十二新潮很可愛 對 沒錯 這是首個月天 真的是 這樣也被人想到 那個也OK 相對於阿貧共生 照出來的那些真的很好笑 那個是王之財 有沒有啤酒 那些是Kennett Fair 那些是Kennett Fair 你錯了 那個叫腿之軍勢 好腿之軍勢 好腿之軍勢 整個出來 不要打了 那一刻突然很棒 真的笑得出來 但非常配合 銀市的性格 怕麻煩 這個也是 整個大叔 所以敬請期待 這套叫今季可以期待 好 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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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套